那想问一下刊部 这个穿破洞啊 或者是旧的这种坏了的衣服 它真的是会折损覆包 有什么依据吗 这肯定是没有什么依据啊 只是这些破洞窟的话 它知足的时候 就是会浪费很多水 然后有一点点这个浪费资源 有一点点不太环保 除了这个以外 就跟福报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想穿破洞窟就穿破洞窟啊 你想穿端窟就穿端窟啊 你想穿什么衣服就什么衣服了 所以我们经常啊 这些老师兄 就是天天都是给这些 新来的这种置之点点 然后就是 经常都是说福报啊 还有就是造业啊 业障啊 用这个来就是说话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这样子实际上 自己认为是这样 实际上这些也没有任何的 佛经的这个依据啊 但是呢 因为这些 就老师兄的话呢 因为他们身边都是这样子的人 他们大家天天就这样子说话 说话的方式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 他就是就看到一个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动不动就是说啊 这个业障啊 富报啊 等等 其实这个跟业障富报 有没有关系 根本就是说不清楚的 嗯 那其实但是我们可以注重自己的着装 就比如说去寺庙啊 或者什么 可以穿得得体一点 这个就好了 得体一点可以的 对 但是呢 平时他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比如说像寺庙啊 想供佛的时候啊 那这些比较严肃的这些场合呢 那你可以得体一点 嗯 这就跟我们去长辈家里 不能穿得太随便是一个道理 对 对 这样子 然后平时的话呢 你比如说去放个身啊 啊 或者是个做个什么事情呢 那这个时候就不要有这么多的要求